去LA游學大概兩個月 第一個週末我去VEGAS之後 我就沒有想要回來 我課幾乎全部撬掉 我就是一直待在VEGAS 在那邊賭了一個多月 剛好把我的旅費撞回 第三大線的時候呢 他是聯真跟貪婪 他的財博公是什麼 職位跟破局 對公是什麼 天象 在一定屬於自己的規則的情況之下 去取得自己的財富 以及要浮華而且跟別人不同 那這次賭場就很適合嗎 當然我也看到很多 所謂業內股市的一些內部 我就深刻的體會到說 一般投資人一般賞戶 他們不知道他們面臨到多大的劣勢 命理師常被人家詢問說 哎呀那個股市幾點啊 金價現在的情況如何啊 那我們命理師掌管的是 你的運勢好壞的部分 但是呢你的運勢很好 那你用錯的方法也是沒有用的 長久以來啊 學生常問我說 哎老師你為什麼乾脆自己來開這種 關於經濟上面預測的這種課程 我都會告訴他們說啊 我們有一個很厲害的 美斯老師他有開課 你們去找他 他自己啊 除了自己 本身在投資上面有 非常非常多的 豐富經驗 所以他會知道說 裡面到底在玩什麼把戲 那另外一點呢 他算是一個很用功的人 我當然可以就你的命盤來告訴你說 你現在財運怎麼樣呢 你適合做什麼事情 可是你如果真正的要進入 所謂的投資理財 我會建議大家 應該要 去找個老師 好好上課 大家好 我是Max老師 第一次對股市有深刻印象的時候是國中 民國77年 郭卵榮事件 那個時候我是一個國中生 我常常在我家巷口的雜貨店 那邊玩 打巴拉台 我們這個年紀都知道巴拉台是什麼 金馬力 那個雜貨店老闆 他就是整天都在看 股市的那個電視的那個節目 在爆盤那種 那一年 19根連續的無量跌停的時候 老闆 連跟我打招呼的力氣都沒有 這個事件過後 大概不到兩個月 那間店就收起來 大學的時候 去LA 游學大概近兩個月 本來是有報一個短期課程 但是第一個週末我去 Vegas之後 我就沒有想要回來 我課幾乎全部撬掉 我就是一直待在Vegas 因為我就是 剛好在那個 時候 我學了 21點算牌的 方法 然後我就在那邊一直實驗 在那邊堵了一個多月之後 剛好把我的旅費賺回來 所以我會發現說 即使是投機這種靠運氣的 他都有某一些規律 這是我對投機的第一個 親身體驗的一個認識 當完兵退伍之後 我先去做了 一年左右的營業員 那個時候你就會發現 好多人的進出邏輯 是很錯亂 雖然我那個時候 也是做短線為主 但是 我們的操作邏輯 還有重點就是 停損的方式 跟 一般投資人有很大的差別 剛好一個對比 我就會發現說 為什麼我可以 賺得到錢 然後為什麼 其他人賺不到錢 然後剛好那個時候也是 很幸運就是 有一個股市的前輩 他有一個操盤團隊 他就找我進去一起合作 就是固定在某一個券商的一個 VIP市 操盤 你就真正進入了一個 另外一個業內的 程度 那個時候當然我也看到很多 所謂業內 股市的一些內幕 基本上大概到12點半 以前有聯合晚報的時候 晚報上要出的所有財經的 頭版 基本上 VIP市的大戶們 大概都會知道 然後明天 上午 的早報 的頭版 以及大部分的內容 大概 這些大戶也都會先 知道 或者是說 他們會 某些版面 可以用一些方式 去協調 其實 這些都是大戶做短線 跟散戶做短線巨大差別 他的訊息是很不對稱的 尤其是越短的這些 消息面 而且甚至 沒有什麼消息 我們自己製造消息 我們自己寫 自己寫 自己寫就好了 對不對 這個都是 很容易可以達成 當然還有 很多其他 譬如說 一般投顧老師 怎麼到貨 或者怎麼烘台股票 這些 這些我在這段時間 接觸到的看到的都蠻多 我一直在思索有沒有別的方法 來 交易 不要這麼累 然後不要有這麼多武器 才能夠 跟人家打仗 因為我們是站在很多的優勢下 我們做短線做得很 成功 08年 我覺得是一個很重要的轉折點 9859的高點出現之後 對那個時候大家 都是海鑽一波 好就要為什麼崩下來 其實 我的課堂上也有常常講這個案例 就是說 其實崩下來的時候 不是說直接一路跌到 3999 那個3999 就是雷曼的事情早就已經出來 最後還有一個逃命多反彈到 9309 那個時候其實很多 總體經濟的數據都已經 惡化的很明顯 年紀稍漲的一些投資人 你都會發現說那一段 其實實際上 指數是有反彈到 9300 但實際上漲的都是台速四寶這些傳產 就是很多前面強的股票 其實是本來就已經在 漲不動或是甚至在下跌的狀態 所以 指數算拉 大家 手上賠的庫存還是在套 並沒有解套 就在想說我是不是 應該要 越來越保守 整個 環境都不妙 雖然大家都還是偏樂觀 因為馬上好 大家都還是對於 這個上台的這個慶祝行情有所期待 實際上就是 不是這樣 我就 全部多擔除勤 開始全力防空 這個應該也是我操作大波段 可能 獲利最豐碩的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 這個交易 如果這老師這麼厲害 他自己就賺錢就好了 他幹嘛要教我們 幹嘛要出來開課 17年的時候 就是在萬寶中央開始 就是寫選擇權專欄 然後其實就是想說 我想要 表達一下我自己的 操作理念跟想法 大家來互相交流 結果後來發現就是 可以有系統的來分享 你自己的 操作理念 以及 投資的思考 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我去看你的課 絕大多數都在教人家 那些很基礎的 這種 財經的觀念 而不是 像一般的 這種 投資理財課 都是在跟你講 那個很短的那種 下個月應該可以怎麼樣 像我在課堂上常跟 學員講說 要嘛就是好好去看 成功者的 書籍 這個交易者的風格 跟你的個性比較相同 那你就認真地去 研究他的方法 然後 逐步地去 優化說 我哪裡是不如人家 或者說哪裏 更適合我在做的 投資的商品 那當然 如果說有 一個好的 老師 直接可以跟你交流 然後就是說 看到你 現在過往交易的 投資的一些 紀錄 然後跟你講說 你可能的問題是什麼 那當然是更快速能夠減少你學習的曲線 你剛提到說一個好的老師來說 你會不會覺得說 針對每一個學生 去告訴他說 你怎麼樣方法是比較適合的 不管你是偏 波段操作 偏短線交易 還是說 你是做比較長 甚至說做投資的 邏輯 你都必須要先有基本概念 就算你不用這個方法 你也應該稍微理解一下 市場上 你其他的玩家 到底在做什麼事情 所有投資行為 最後總結起來 贏家一定是大賺小肥 我們各種學的方法 都是為了要 把 大賺小肥的這個 方式能夠 不斷不斷地再複製 你才能夠長期的 一直賺錢 一直獲利 今天還是要來講一下你的名牌 就像我們常在跟 同學講說 你要改運 很大一件事情就是 你必須很理性的去看待 自己的價值 然後 很不能 一直拉著 照自己的感覺走 就像我 照自己的感覺走 我就越來越胖 那我如果很理性的 知道我要少吃多運動 那我就會瘦 那這樣 你就會被 改變了 你就會被改變 那 投資應該也是這個樣子 我改變我的人生 那我 改變我用錢的方法跟觀念 那自然而然 我財富就會增加 我們會 討論到 理性跟堅持 這樣子的心要 會有什麼心要呢 什麼吾曲 七煞 然後 還有什麼呢 天賦 就是說 我希望我自己的 對於錢財 跟我自己對於 精神上的追求 有 足夠的要求 所以通常 吾曲七煞做命的人啊 有的時候我們講說他會有點一板一眼 他希望 他的人生呢 不要有太多 繁雜的事物所存在 他的福德功是吾曲七煞 財博功是天賦 而這個天賦旁邊有一顆火星 這表示說啊 他自己的精神價值呢 是非常非常理性判斷的 然後呢 他的 財博功呢 有天賦跟火星 我要掌控之外呢 天賦劃煞為勇 我還會 在對的時間 我還會敢要賭一把 因為把那把火放下去 老師有提到說 他從小對各類投機的事情呢 非常非常有興趣 講白了就是個獨徒 可是 過程中 慢慢慢慢慢慢 轉向了 從投機變成了 投資 那其實就是因為 你會在那個過程中間 慢慢慢慢的為自己找出一條 穩定的路 第三大線的時候呢 他是什麼 他是 聯真跟貪狼 他的財博功是什麼 紫威跟破軍 然後呢 對公是什麼 福德跟我們講說要來財方式 天賦 在一定屬於自己的規則的情況之下 去取得 自己的財富 以及 因為要看對公 對公是紫威跟破軍 要浮華 而且跟別人不同 那這就是賭場就很適合嗎 更何況 這個時候啊 天象星呢 我們要看到天象星 天象會化己 哪一個公衛讓他天象化己 哪一個公衛 跟天象化己 跟在這裡 跟天象化己 化己 給他 他 到了一個外地之後呢 讓他造成他的 來財方式 可以從 打破他舊有的想法 以及重新整個改變 他所有的思維 本來要去念書 結果跑去變都 他到了國外的地方 那這個公會去引動 去引動 讓他整個思維方式所改變 跟著呢 一路 慢慢的 去改變了他 整個後面對於人生不同的看法 有的時候我們在看一個人的本命盤的時候 看起來不像會是 一個會去賭博的人 但實際上他的人生中間 或者這個人看起來 五曲七煞 或是那個 天氣天涼 天氣聚門 怎麼看也不像是一個 外遇的人 可是他就會在某一個 時段的時間點裡面 會碰到一些事情 去改變他人生觀 然後跟著後面 他的本命盤的本質 其實是不變的 但是呢 他會因為某個時間點轉變了 造成 他會有不同的看法 雖然本命盤的 價值還是維繫著他 可是 那個 路不同的時候 那整個人生也會有所不一樣 他一直到後面 他開始會希望說 跟人家可以分享他賺錢的方法 也是跟他的本盤是有關係的 怎麼說呢 你看 他的命弓 是 天象 對弓是指揮破君 命弓天象對弓是指揮破君 他的官路弓是什麼呢 是天魁 對弓是連攤 所以他的本質上會希望說 他在外面是得到 人家尊重的 而且他的工作上面呢 是可以透過工作 可以認識更多不同的世界 慢慢慢慢他就開始往 開課的路線去走 開始往開課的路線走 所以說 即便你的路途轉換了 但你的本質上是不變的 今年是一個很好布局 對今年是一個很好布局 因為只要有很多變數的時候 都有可能是 財富重分配的時候 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我是麥瑟老師 不管你是 理財的小白 還是說 是投資的老手 如果說你今天在面對股市投資 有以下的問題 常常覺得 股市幾千檔的公司股票 挑選起來 很困難 或者是說 每一周每一個月 市場上都有各種各樣 熱門的 產業標的 研究到 筋疲力盡 或者是說 你今天操作 短線的方法 殺進殺出 做了兩三年之後 卻發現 你的投資報酬率居然比不上老老實實去定存 如果說 以上 都是 你曾經在股市 碰到的困擾 那我誠心誠意的建議你 來參加 我在成長堂所主辦的 ETF 投資高手 養成班 我們股神巴菲特 近25年來 在波克夏的 股東大會上 推薦過 14 次 ETF 指數化 投資 大家就可以知道 近年來 ETF 被動投資的概念 有多麼的熱門 ETF 不是指 是否不想看盤的散戶 或者是什麼都不懂 也懶得學的 投資新手 就算你是投資老手 你懂得說 用ETF來分散投資風險 定期定額 那你有沒有想過 我們ETF操作 定期定額之後 該有什麼 策略的變化組合 來能夠提升我們的 投資報酬率呢 我今天這個 ETF的 投資高手養成班 就是從 最基礎的 我們ETF的概念 開始說起 我會教你 怎麼樣選擇 最適合你 投資屬性的ETF 教你怎麼分辨 各種ETF的差異 我會告訴你 什麼叫做市值加權 什麼叫做投資因子 什麼叫做 Smart Beta 這些概念 當你具備之後 我們在 從最基礎的 定期定額策略開始說起 定期定額不是只是 我就是買了 就放著 我們有很多很多 後續的變化 一般來說 定期定額 ETF 大概會在 5到7年 開始有一個 顯著的報酬率出現 那之後 我們要怎麼樣去做 部位的調整 不管是 加大定期定額 還是 我們要有一部分的 獲利了結 或者是說 用 資產再平衡的概念 這些都是我在課程中 會 交給各位學員的 另外 我們針對 喜歡做 波段價差的朋友 我也有 提供 更進階的 ETF做多萬的技巧 以及 我獨門 做價差的一些策略 來給 有時間 也有這個 興趣 來做這個價差的 投資人 大家會覺得說 聽起來 好像 策略越多 越複雜 你就需要 投注越多的 心力嗎 其實不是 我上面講的這些 投資組合策略 以及 他研究的方式 我都是以 不要用到超過一小時 包含 研究 看盤的下單 所以你一年只要花不到 10個小時的時間 就可以 管理好你的 投資組合 在課堂中 講解的所有的 策略 經過回測 10年以上的 年化報酬率 至少都有 8%以上 所以 你可以 可以學到的是 一套完整 挑選ETF 以及用ETF 組合出自己的 資產配置 的長期策略 並且在一個 比較長的 時間的周期下 完全能夠達成你 資產的 富利的目標 誠摯的邀請各位 尤其是 在投資上 屢敗屢戰 挫折滿滿的 投資老手 以及 還沒有被股市 被投資蹂躏的 理財小白 都來 上 我們這個 ETF投資高手 養成班 相信各位都會有 滿滿的收穫 都會發現 原來被動投資 是如此的美好